又有议员的服务处被检调给搜索了 在今天一大早是林地检署指挥了调查局的人员 前往了国民党籍的新北市议员白佩儒 位在戏指区康宁街的服务处展开大规模的搜索 除不了解呢 这个检调的大动作疑似是跟助理费是有关的 今年49岁白佩儒也被检调给带回询问 事实上他从这个台北县时代当选了县议员之后 一路到这个台北县升格维新北市 地方上的实力是相当坚强的 到现在是五连霸 过去在戏指在万里跟金山等等选区呢 也都没有传过什么负面的消息 现在被检调给带走 已让地方上的人士可以说是相当压抑的